接下来我们走进东北大粮仓 来看一看那里鲜石紫玉米的采摘情况 吉林省松原市前锅县 是我国鲜石玉米的重要产区 眼下这里的5000亩紫玉米已经成熟 迎来了大面积的收割 我们用人工来摆能够最大的保护时的一个完整度 五年前赵阳春瞄准市场机会 成立了鲜石紫玉米种植合作社 加工厂都是按岁收购 一收获就卖上好价钱 紫玉米在带动当地农民增售的同时 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长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刚刚采摘的紫玉米就运到了鲜石玉米加工基地 在这里这些紫玉米会进行华丽的变身 之后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前国县规模较大的鲜石玉米加工厂 已经发展到十余家 带动就业近5000人